結果我仔細一看發現 是麵線耶 它現在連麵線都放到披薩上面 太過分了吧 哇 好蒜泥喔 就是蚵仔米刷會加的那種蒜泥味道 完全吃不到蚵仔的味道 不太妙 好像不是很好吃耶 只有大腸的味道可以蓋過這個蒜泥的味道 一咬下去 有一點點酥脆的外皮 大腸的裡面那個濕潤度還是在的 可是有點尷尬的就是呢 在披薩裡面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要開箱的新品呢 其實本來很早就很想拍了 但是呢因為卡到了前幾天去拍攝了那個 大王劇竹籌拉麵 真的是有點可怕 所以稍微有耽誤到了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什麼呢 沒錯就是必勝客在前幾天所推出的 期間限定商品 香菜大腸鵝仔麵刷披薩 我覺得台灣的小吃都快要被必勝客給用完了 呵呵呵 從肉丸到這個鵝仔麵刷到鹹酥雞 知道到底必勝客還有什麼是不能加的呢 那其實呢我對於這次的新品呢 覺得它應該會是一個還不錯吃的披薩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我最近有拍一系列的這個奇怪美食嘛 那其中呢有一集就是披薩 在那集裡面呢 我就也有吃到一個大腸麵線披薩 那個時候吃起來呢 我自己是覺得很好吃的 不過呢我覺得那一間披薩算是蠻保守的 就是它只有把大腸跟香菜加到披薩裡面而已 然後是用薄皮的 所以我覺得它並不算是非常非常道地的 鵝仔麵刷披薩 那我們就來看看必勝客這個披薩 到底有沒有很道地 登登登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它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一開始我還想說 欸這個披薩是不是 呃做的有點不太好 因為它旁邊都有這樣一絲一絲嬌嬌的東西 東西沒有放好 溫度沒有調好 怎麼這樣子嬌嬌的 結果我仔細一看發現 什麼眼線耶 必勝客之前把飯放到披薩上面 它現在連麵線都放到披薩上面 太過分了吧 那我們看到它的表面呢 大概有10個蚵仔左右 那大腸的部分呢應該就是這個 比較黑然後一塊一塊的東西 稍微比較少一點點 那香菜的部分呢 還蠻多的 基本上應該每一口都可以吃到香菜的味道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吃吧 老實說我覺得現在聞到這個披薩的香氣啊 好像不太妙 很重的那種蒜香味 就是蚵仔麵線會加的那種蒜泥的味道 然後它也聞不到大腸的香氣 反而有一點蚵仔的那種味道會飄出來這樣子 嗯 好像不是很好吃 我們再吃囉 哇 好蒜泥喔 而且好鹹喔 我第一口吃下去呢 是有吃到這個蚵仔的 然後香菜 麵線 除了大腸沒有吃到之外 其他都吃到了 但是一咬下去呢 你就會有很明顯的蒜味 非常非常的重 我覺得它應該是把這個有麵線的部分呢 都在中間一層加上了這個蒜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披薩的中間啊 這一塊的部分 其實呢 它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是有一些些那種水水的醬的 那個應該就是蒜泥 完全吃不到蚵仔的味道 甚至連這個香菜的味道 基本上都快要消失了 不太妙 好像不是很好吃耶 那我們再吃吃看大腸的部分 這個大腸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表現得還蠻好的耶 因為一開始看到它把外面烤的 就是有點黑黑的啊 焦焦的感覺 很怕說這個大腸會不會咬下去 就是很乾這樣 但是呢 一咬下去 有一點點酥脆的外皮 大腸的裡面那個濕潤度還是在的 然後大腸的香氣呢 會慢慢的飄出來 那個蒜泥的味道 會稍微被壓下去一點 只有大腸的味道 可以蓋過這個蒜泥的味道 可是有點尷尬的就是呢 這披薩裡面 配料最少的就是大腸 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好 我們再換一塊吃吃看 我一定要努力的 把蚵仔的這個味道給吃出來 這一塊的蚵仔呢 是在非常非常前段 所以呢第一口吃下去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再一次喔 嗯有了 我開始覺得這個披薩應該是 配料分布的有一點不太均勻 這個會導致說你有一些吃起來呢 會都是醬料的味道 但有一些吃起來呢 你又可以吃到它配料本身的那個味道 很不一樣欸 因為光是我這兩塊吃下去的第一口 天然之別 它的蚵仔呢 因為可能有進烤箱去做過烘烤 它咬下去的口感 算是還蠻紮實 就是因為我們一般吃湯啊 一咬下去就爆開 其實還行啊 如果選對的話呢 吃起來算是還不錯 沒有到很驚艷 但是不會到難吃 我覺得像是這個麵線很多的這一塊啊 應該就會有點太鹹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塊的這個頭的部分 幾乎全部都是麵線 沒有錯啦 因為它的麵線估計就是已經跟這個蒜泥做過融合了 所以你只要看到有很多麵線的地方呢 一咬下去那個蒜的味道絕對是直接沖上來的 你好像在吃一坨蒜泥的感覺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要吃到這個披薩的話呢 盡量不要去挑那個麵線很多的 而且它的蒜泥呢 又有一點點辣 太好 然後有大腸的就對了 各位記住了 好那我們這次的必勝客 新品開箱呢 就差不多這裡告一段落了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 還蠻一般的 有一點點太豐富了 因為它又有大腸 又有香菜 又有麵線 麵線裡面還加了蒜泥醬 我覺得這四樣東西都是非常重口味的 有種誰都不讓誰的感覺 所以你隨便拿一塊起來 你就是會吃到非常多個重口味的食材 口感上我覺得就沒有那麼好 大概你吃一塊到兩塊 我自己就覺得不太行 它不算是一個非常驚豔的披薩啦 那就是如果有聚會的話 大家再點來吃就好 好啦那最後說一下這個價錢的部分 它現在呢 單點這個大披薩是$399 所以不算貴 但 我自己還是沒有那麼推薦 除非你想嘗鮮啦 那可以試試看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希望下次新品不要每次都在同一天做 每次我都會經歷一個這個 光吃爆吃新品 然後一段時期呢 又沒吃 所以你們就會看到我這個臉 會看 呼腫 呼腫 呼… 呼凹 唉受不了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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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